欢迎你们来到逻辑课程 今天是我们逻辑课程的第七节课 二十二种常见妙论之二十字二十二 这也是我们二十二种常见妙论课程的最后三种妙论 我们之前学过了这些妙论 今天我们学习第二十种谬论 红飞鱼转移话题谬论 第二十一种谬论扮演上帝谬论 第二十二种谬论是推理失效谬论 好 现在请各位同学专注和澄清思维 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现在学习今天的第一个谬论 就是第二十种谬论 红飞鱼转移话题谬论 它的意思是我们改变主题 比如论题和话题 或者给出一个毫不相关的回应来使人分心 这个分心就是分散注意力的意思了 大家看看这个定义 好 这个谬论呢 源于一个在地上拖着臭鱼 就是一种红飞鱼了 分散猎狗对狐狸的注意力的做法 有着最好鼻子和训练的猎狗呢 会避开红飞鱼的气味的 会继续追赶狐狸 而不受这个臭鱼的影响和干扰 而比较差些的狗呢 会追着臭飞鱼而不是狐狸 这个就是红飞鱼谬论的来源 那么这个故事呢 很形象的说明了红飞鱼谬论是什么意思 我们呢有时就像那些被欺骗的狗 被有趣但不相关的想法引入歧途 你可能注意到了红飞鱼谬论和稻草人谬论呢 非常相似 这是因为啊 当我们通过歪曲事实 就是稻草人了 或者呢 改变论题 红飞鱼来回避最初论点时 这两种谬论都会产生 他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歪曲事实 第二个呢是改变论题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假说你真的不应该收他们30%的贷款利息 这是不道德的 就算我不收他们这个数 别人也会收的 大家看看这个例子啊 就是不是感觉很熟悉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一个对话 那么事实上啊 别人会这样做 这也是否道德无关 我们看假的那个论点呢 是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 他的论题的是不道德 但是呢 你呢不是讨论自己这个事情是不是不道德 而是说别人也会收的 要注意到已经改变了主题和论题了 第二个例子 假说 这家学校办得好 他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 情商表现和被律取入读 最好大学这几个方面得分比较高 我们应该支持这家学校 以就说 我认为教育应该教会人们在本质上热爱学识 大家看看这个例子 看看杂说的论点是什么 而以回应的又是什么的内容 以呢 其实呢是对教育提出了非常普遍的看法了 但是呢是没有回应支持学校的论点 大家看到了 好 我们看第三个例子 有神论者说 必须有一个上帝或某种超越性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神秘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的夸文化核心 而不可知论者或者无神论者就说 我只是认为宗教人士是伪善者 宗教必大于利 我们注意到啊 我们学习谬论过程中呢 有好多例子呢 是与上帝啊 宗教这样的话题有关的 所以我们的那个例子是很有深刻的意义 好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 和不可知论者 他们的一个对话 无神论者或者不可知论者啊 他们的回应呢 是改变了有神论者的话题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宗教人士是否伪善 宗教是否有害 以神秘体验 是否是大地存在的好证据呢 是无关的 大家就看到了啊 好 看了上面几个例子啊 我们知道啊 为了避免产生这些谬论 在回应之前 应重复并解释对方的论点 就是说在回应之前要认真积极聆听 要弄清楚对方的论点 才好回应 这也是我们世界学院学习技能方面的一个内容 要积极聆听 如果你因为对一个论点的回应感到理计不足 而想改变论题 而想改变论题 只需说 我需要更多的考虑这个论点 而不是以实际的回应来产生一个洪飞宜谬论 就说当你自己觉得理智不足的时候 你就说我还要更多考虑 而不是马上要回应 从而改变对方的一个论题 好 大家明白这个洪飞宜转移话题谬论的一个内容和例子 我们回到那个定义哈 大家有没有例子 国士东你好 我想到一个例子 好 一个修行人他就问 究竟对修行人来说 我们是否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呢 然后另外一个修行人他就回答说 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多姿多彩的 可以把这个例子改得好一些 因为第一个修行人他提出是一个问题 而不是一个论题 假的就是说 第一个他先提出一个论题嘛 比如说第一个修行人说 修行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然后第二个就回答说 这个世界是多姿多彩的 嗯 对 这样就好一些了 是的 谢谢西松这个例子 其实各位同学啊 这个红牌鱼的例子啊 太多太多了 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讲这交流谈话的 对 教授你这个说法太好了 因为昨晚呢 我编辑这些谬论的时候 也有这样感想 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么多谬论呢 其实每天 我们都跟自己 或者他人产生的这个谬论作战 就是说 我们是很容易发现这些转移话题啊 谬议啊这样的一个谬论的出现 而且各转移话题的时候啊 我们是我们是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谈同一件事情的 最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爸爸对孩子说 你知道吗孩子如果一个人没有房子的话 他一生的财产是见不起来的 那孩子通常都说爸爸我现在没钱去买房子呀 对吗 一般的谈话都是这样子结果了 其实你没钱买房子确实是事 他跟爸爸说这个原理啊无关的 爸爸是说普遍那个人如果没有房地产的话 他一生的财富是见利不起来的 无论房地产是怎么波动 他永远都有一个价值 随非是整个国家都变了 虽然整个国家都变了之后 过几几年他还是有价值的 那孩子说他现在没钱买房子 但是跟这个无关的 如果你明白爸爸说的话题呢 下一步就是想 好那么我们怎么去计划 那个财富的计划 去改一个财经改划 如果能够慢慢几年之后 有钱去对房地产投资买房 这样子才是的 但是我们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子 谈话就是 我们还以为是谈同一个问题 只是根本就没有沟通 这个红牌鱼 大家应该有很多例子的 红牌鱼 有时候我们想课的时候 常常听到同学了 有时候博士生女士生说 同学对今天的课题 有没有问题 同学就马上回应一些 跟这个课题无关的 题目的 没有回应今天的课题 所以以后我们要随时留意 尤其是我们讨论那个宗教也好 佛法也好 常常听到 比如你在说 禅宗怎么怎么要义 课言之间有个人说 那我听过密宗 他红光心走的啦 课言之间 在无理头的搞一个密宗 跟这个禅宗交易无关的东西 拉进来 这个很普遍的 好以后我们就要留意了哈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谬论 第二十一种谬论 暗演上帝谬论 我们认为啊 我们不应该干涉事件的自然发展进程 否则就是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大家看看这个定义 我们之前啊 在课程的第一个谬论呢 就是宿诸自然谬论 大家比较一下这个扮演上帝谬论 跟宿诸自然谬论的一个区别 X是好的 因为X是自然的 或者Y是不好的 因为Y是不自然的 我们呢 今天学习的扮演上帝谬论呢 他的主张是 我们不应该干涉事件的自然发展进程 也有一个自然 好我们看看例子 我们不应该使安乐死和克隆合法化 因为这等同于允许医生扮演上帝 这个论题啊 比较敏感啊 或者呢 比较严肃一些 因为呢 现在每个国家对安乐死和克隆的态度啊 还是有分歧的 还是有分歧的 有的支持 有的是反对的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例子 不要干涉 比如事故啊灾难啊或者罪恶事件等呢 你不是上帝 这两个例子啊都提到上帝了 就是一个创造者啊 或者呢 可以说是管理啊 事件事物有关的这个一个控制者吧 这样的一个角色 好 大家看看啊 那么呢 这里呢提供了两个例子 但是呢 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啊 从这个事故灾难啊 罪恶事件有很多了 那么 我们呢 不要猜测上帝的意志 如果你相信上帝存在 那么请用上帝给你的理由去判断正确和错误 避免诉诸自然谬论 他的意思是 我们去反对别人的论题的时候 不要拿这个上帝啊 这个叫令牌吧 去为自己辩护 或者去提供一个理据 你要正确的去讨论 或者判断那个对方那个论题 而不是呢 就是说 事件的自然发展 我们就不应该干涉 有些事情呢 我们是需要干涉的 好 我们可以大家看看那个评论 我首先提一个例子 是非常敏感的 有一个基督教的门派 我不能够说出它是什么基督教的门派了 这是他们不接受医疗的 虚血不允许 打防疫精也不允许的 输血不允许 打预防针也不允许 对 看医生也不允许的 这个基督教的门派 它的名字我就不说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例子啊 是特别敏感的 我们很多印度教 或者是佛教徒啊 都犯这个错 虽然我们不是用上帝 但是我们用业力啊 有时候有些人很不信 有灾难 那我们佛教徒啊 印度教徒啊就说 活该 按国报应啊 这个跟这个扮演上帝是一样的了 就等于说 不要干涉业力的运作 嗯 什么众业清秀啊 我们常常听的太多了 对 明明有人病 我们还说 好啊 你病好啊 笑笑月这样 这个是扮演上帝啦 所以大家不用听 就是无说八道的谬论啊 对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很消极了 被动和不作为了 谢谢教授 我们提出这个重要或者严重的一个例子 好 我们继续下一个谬论的学习 就是最后一个谬论了 第二十二种谬论 推理失效谬论 它意味着该结论不合逻辑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该结论是靠不住的 或者结论从证据或前提是推不出来的 那么这个推理失效谬论呢 我查了那个书的教材呢 它是没有 就是只去到21 这个谬论呢 比较相关的 就是一个不相干谬论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谬论的一个种类或者类型来的 仅仅是只一种谬论 但是我还是找到两个例子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例子 人们通常喜欢在海滩上散步 海滩上有沙子 因此在家里有个沙地板是个好主意 我们看看这个结论跟它的前提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前提可以推出这个结论呢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巴迪汉堡是镇上最美味的食物 巴迪汉堡被当地报纸评为汉堡第一 因此巴迪汉堡的老板菲尔应该去进选美国总统 我们看到啊这个前提是讨论这个汉堡是一个美味的食物 非常受欢迎 但是那结论呢是说这个老板啊 应该去进选美国总统 那么进选美国总统要求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啊 或者特质这个前提是不是在讨论美国总统竞选的要求啊 或者特质我们看得出他们是不相关的 好 那么这两个例子我们再看看哈 他的这个推理时效谬论呢 有上面几种的一个情形 比如第一个是以条件无关的结论 就好像刚才的那个例子了 这样的推理呢是无效的 因为持条件并不支持结论 第二由不充分或说服力弱的条件推导出的结论 条件呢 以结论是相关 但呢不能有力的支持结论 或者呢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支持结论 就是说那个条件啊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了 它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 或者呢很弱的必要条件 或者很弱的充分条件 就是说不能说是充分条件的 所以呢那个条件是不能支持那个结论的 第三种就是结论的 条件并不统一 这里呢就有点像那个一词多亿了 第四种情形 由错误条件或者前提推出结论 这个仅就推理方法上看呢 他不是谬论 就是说推理是正确的 但一个有错误条件推出来的结论 实际上意味着更大的错误 只是他的错误不在推理方法上 就是说推理那个结构呢 是合乎逻辑的 是正确的 但是他的前提是错误的 因此啊推出来的结论呢 是错误的 好 大家看了这四种形形呢 一刹指的不是那么容易明白 我们看看呢 以这个推理时效谬论对应的 其实就是一个叫不三刚的谬误 好 我这里放开给大家 看到这个不三刚的谬误啊 或分散注意力的谬误呢 是指论证的前提和结论 毫无逻辑关于的不当推理方式 这种情况又称不相干的结论 或制造未卯理据 那么其实这个不相干的谬误啊 其实是一大类型的 它呢是包括了好些谬论的 上面呢就是都属于这个不相干谬误的 包括我们刚才学过的转移注意力呢 打稻草人呢 还有呢 诉诸起源啊 诉诸权威啊 诉诸人生啊 都属于 未卯理据 也属于这种不相干谬误 也就是说推理时效 这个谬论了 所以呢 严格来说啊 这个推理时效谬论呢 它是一个大的分类来的 而不只是一种谬论 是不是教授 对 因为我查了原来它是没有第二十二种 这个它去到二十一种了 看那个沃尔文档呢 它的确有推理时效谬论 但是呢 它是没有提供例子的 好的 它实际上啊 它想表达其实就是推理时效 同样的一个意思来的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不相干 就让我们理解为 就是说 没有关系 但其实呢 这个不相干谬误的确呢 是包括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转移 注意力这种类型的谬论 因为我输入推理时效谬论呢 或者在那个谬误列表那里 没有单独说推理时效谬论这样的 所以呢 它其实是一大类的 凡是你推理上不正确的 都可以归纳 都可以说是属于推理时效 他比如说 他这里呢 举到一个例子了 他这些例子 不应该让小孩乱跑 小明说 我并不认为 孩童应该往大街上乱跑 而大文就说 把小孩关起来 不让他们呼吸新鲜空气 那真是太疑惩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学过的 道草原谬论了 我们再看看 超速是违法的 这个转移话题的这个例子 咋就说了 咋就说了 超速了是违法的 而已就说了 现在已是三更半夜了 路上又没有车 此时呢 应该要允许超速 大家看看这个例子 也是我们刚才学过的转移话题谬论的一个内容 看他是不是转移了 这个话题 看不看到 大家 他这里就说了 法律是否允许三更半夜超速和法律是否应该允许三更半夜超速是不同的议题 假讨论的是前者也却转移到后者 好 那么在这里呢 他也把那转移话题啊 规入 不相刚 谬误的一个类型 也就是 属于推理失效了 这里 说了 大家看看哈 不相刚的谬误和不充分的谬误 都是前提无法导出结论的现象 连者常和称为推论失效或推不出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推不出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推理失效 这个 他的英文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推理失效呢 严格来说呢 他不是一种谬论 而是一类 一大类的一个谬论 所以呢 这样的例子呢 大家其实呢 是可以举出很多了 只要他那个推理不正确 我们都可以说 他是推理失效 或者推论失效的 是不是这样 教授 好吧 我们去看看你刚才这个PPT 好 同学 可以提一个例子吗 我有一个 好 你先 他这么喜欢吃沙律 他应该是一个好的食素者 这个可以哦 就是天明师宋说 他很喜欢吃沙律 所以呢 他是一个很好的素食者 谢谢天明师宋的例子 对 第二个例子是 不相干 刚才的天明的例子是 不充分 不充分 对 第一个沙地板也是不相干 先有沙 那其实是不相干 这个不相干 第二个例子就是不充分 天明的例子也是不充分 那我们往下面那个PPT 再继续学习 老师啊 已经学完了 今天的三个谬论了 我们把举个例子讲 在这个结论的语言模糊 画不清楚 举一个例子 下面那个PPT要举一个例子 下面是什么 上面呢 是他推理结构是 对的 但是前提是错的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PPT也举一个例子 再往下面一个PPT呢 没有了 这是最后两种类型 作副利药的条件推出来的结论呢 嗯 天明已经讲出一个例子了 好 我们再想一想这个例子吧 不充分呢 好 我举一个例子吧 是不充分的 好 或者是收副利药的 我可以说 微仰公司的老板 Billgate的 他只读过一年的大学本抗 就退学了 这变成全世界数一数二代富庸 所以啊 读大学是没用的 这个是不充分 或者是收副利药的条件推出来的结论呢 是 也属于我们之前学过的 因为那个样本啊 对 也是这个样本啊 好 谢谢教授的这个例子 上面一个吧 嗯 就是说结论跟前提的同一个词语啊 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点算那个一词多一了 或者偷换概念的一个意思 我举一个比较敏感的例子吧 好 比如说 我们 有一些 佛教的教义啊 就是说分尸空的 万事万物 往下分尸 一重一重的分尸 一个人是很多世报组成的 骨头啊 基睿啊 做成的 把它分尸 世报分尸了 就分尸到 化学物啊 化学物再分尸就是 原子了 分子了 再分尸下去了 资子了 再分尸下去了 再分尸下去了 是能量 再分尸下去了 好像空空于也 所以这个结论是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空的了 对 所以在前提 它是一个从宏观一直到微观那个分析出来的空 而结论呢 要表达了是万事万物都是空的 那么这个空 它的那个意思 是不是一致了 另外一派啊就说 我说这个空啊 不是空空于也的空 我说这个空啊 它是所有万物都在都包含在内的空 嗯 就是说是空性啊 或者呢 对啊 这个字是一致多意了 明明是有的 它是说空 这些有的 我们就叫做心意有吧 其实它是空的 这个字语言模糊 不清楚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个人生的目的啊 就搞得很混乱了 如果最终的实相是空空于也 那么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不做 不做人啊 什么都不做 那么就是抛弃生命了 这是结论出来 对这种结论也是叫做虚无主义的一个态度 所以呢 这种情形啊 在我们学佛观中 在理解一些灵相观中呢 是会出现的 所以大家呢 要注意到 刚才我还想到一个例子啊 推理四号的谬论呢 是无关的 再想一个 好 PBT 条件无关的结论呢 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看啊 阿拉伯国家 因为阿拉伯人他们发达是因为石油 不是因为娶四个老婆 所以用他们娶了四个老婆来作为他们发达的原因 然后再推出我们应该多娶几个老婆 我们才能发达 这个是与条件无关 就是不关联的 就是说 与发达的那个条件 是无关的 其实娶四个老婆 对 是跟条件无关的结论啊 娶到四个老婆是后果不是前恩 不是发达的前恩 嗯 那我们继续往下面这个PBT吧 这是最后一种类型 错误条件 前提推出结论 好我来举个例子 三加五等于九 所以呢两个三加五呢就等于十八 对就是师兄 大家要注意到三加五呢 其实是等于八 但是师兄说三加五等于九的字 等于是一个错误的条件了 而他后面是对的 就是说两个三加五 是等于十八 为什么是对的呢 因为假如你三加五的确等于九的话呢 你的确呢是可以推出两个三加五呢是等于十八的 大家要注意到 都是先说是A这个等式 然后呢在A这个等式的基础上呢 再进行一个两倍的那个运算 然后得出那个结论 那当然了这个结论也是错的 但是他那个推理是正确的 但是他那个推理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个推理是对 但是结论是错了 是因为他第一个条件错了 就是说三加五啊 其实呢是不等于九的 是等于八 谢谢师兄这个 非常好的例子 对 我指一些非常敏感的例子吧 好 我们那个瑜伽的例子 人之错 性本善 儒家里面经常说 人之错 性本善 所以啊 既然人之错 性本善的话 所有待见待恶的人啊 其实他们都是善人 教授这个推理是这样的 前提 人之错 性本善 就是说所有的人啊 他的本性呢 是善的 第二 那个结论呢 是所有大奸大恶的人 都是善的 因为隐含一个论记呢 就是说 所有大奸大恶的人 都是人嘛 而因为所有的人呢 都是善的 所以呢 大奸大恶的人 也都是善的 大家看看 他的前提跟推理 好 现在我再推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人之错 性本善 所有好人待慈善家 其实他们都是 心里面都是恶人的 那好了 我现在举一个最严重的 最不好听的例子了 嗯 每一个人生出来 都有一个原罪 所以无论你怎么好的人 都是有罪的 嗯 这个例子呢 就更清晰了 大家要看看 教授举了个例子 他推理上 正不正确 第一 再看看 他的这个前提 每个人 一生上来 都是有原罪的 或者说 每个人都有原罪的 这个前提 对不对 这两方面考察 然后再看 他的那个结论了 就说 即使一个 做好事的人 他都是有罪的 这个逻辑 是结学的一门工具 他没有在我们什么道理的 我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东方文化 从来不关注这个逻辑 由此是我们中国人 东方一般来说 东方的文化 对这个逻辑是很深缩的 所以用不想 所以我们的文化的进步 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大家看过姚世聪 发出来这篇论文 就说得很清楚了 四方文化跟东方文化 要发展这个 基本的动力 跟这个逻辑是 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不能够 不学逻辑 或者是学不好这个逻辑 或者是 对这个逻辑 学来学去 学不到 就因为它是 另外一种学问了 它不是另外一种学问的 它是一个良夺的东西 它是良夺 比如说我们 有多高 有几多米 身体有多重 有几多公斤 它是一个良夺的东西 你不能够说 哎呀 日常生活上 它高啊 矮啊 这个跟这个 它1.3米 无关 1.3米是 一种看法 我看它高高 矮矮 是另外一种看法 不是这样子的啦 我们觉得 用不上 第一个就是 我们太陌生了 第二个呢 上课是上课 下课以后就没有 就是很好地去用它 我们都看到同学 举例的时候 是非常有困难的 而且啊 明明知道是一个谬论 但是还想不出来是哪一个谬论 上一堂课有个很好的 就算我们的道士们也想不出 这个谬论错在哪里 所以就是 这一堂谬论的课前啊 我们想一趟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有机会要重头再重温一片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文化 像一个缺憾 一个盲点 是的 教授 所以呢 我们学完这二十二种谬论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趁热打铁啊 我计划呢 用两到三绝呢 帮大家 复习跟做这个实体 来巩固我们学过的东西 对对对 我们千万不要心里面有个排词这个东西啊 这个不单单是结学了 最成真正的 最成真理的很多宗教 包括我们佛教里面的盲点 所有很多很明显的盲点啊 这个谬论里面都提出过了 我们不能够避众旧心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被这个文化 骗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学习了三种谬论了 恭喜啊 大家呢完成了这二十二种常见谬论的学习 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学习 但是呢大家都能够坚持学习 首先恭喜大家 但是呢 正如教授所说呢 我们呢 只是呢 知道有这些谬论 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学透 能够运用 举例子啦 或者呢 判断某一个例子 是不是某种谬论呢 我们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练习 我觉得呢 这个练习多了 就是能够让大家呢 会更加深入了解 而能够运用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现在呢就请同学们 有没有意见啊 或者问题 博士忠 我想分享一下 好 我觉得这个谬论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刚学 我们不记得哪个谬论 跟哪个谬论 甚至把他22个名字 都可能都全忘了 但是起码 我们知道 什么是妙论 是不是 然后我们在 人与人的实际生活当中 起码 人家说什么 我们就已经有了个能力 就可以判断出 哦 究竟他现在是说的 是一个 合适的一种 对话 还是他说的 其实是一种妙论 如果我们能判断出 对方所说的妙论 那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去跟他去沟通啊 比如说 要不跟他继续谈下去啊 或者纠正他的妙论啊 或者直接就跟他公结了这种对话 所以 就是真的像教授所说的这种 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呢 其实是天天都会碰到 那然后特别是对我们修行人 要追求真理的人来说 这个妙论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嘛 因为我们每天 从电视上啊 电台啊 或者与其他人相处 我们接收那么多大量的信息 那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分辨这些信息 是有效的信息啊 值得我们去考量的信息 或者直接就 把它粗略的就已经过滤掉了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妙论 那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就把它 过滤了 我根本没不需要去再花时间 去考虑他所说的东西 谢谢 对 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学习呢 已经知道 这个谬论呢 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思维啊 和对话 和接受的一个信息内容上的 现在我们开始因为学的不熟 当然是 他什么妙论的名字 当然都记不清楚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 去记他是什么妙论嘛 反正我们能知道 他是一个妙论就已经可以了嘛 那随着我们 以后对这种妙论的 在熟悉了 那我们肯定 哦一听他说的就知道 哦他现在说讲的是 稻草人妙论 嗯 那就 就很好了 我有第一个手 你大家分享 好 先面请说 我们看每一个妙论的前提 千万不要给它的内容影响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了内容不喜欢 或者不合适听 你就全部那个妙论的推 你全部都错了 最简单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 人之初性本善 我一直都学了是对的 那为什么会推到这样呢 那你的抗拒心已经出来了 但是那个推理还推理 调论完调论 你就不要把前提 插进去你自己的思维 那里就搞乱了你的思维 你就忘记了那个 所以我解决了他们老杀的 天米师中说 我们不能因为对某些论谍 论点的那个好感或者喜好 而忽略了他那个规理是否正确 合理 我们要既关心他的那个 所表达的主题和内容 但同时要关注了他那个推理的过程 对 我可以回应一下 天米刚才这个 我们以前都学过了 有一位同学提到了 就是 影片盖传 前提就是 每一个人都要结婚的啦 所以结论 你也是要结婚 大部分人要结婚 不是 如果他说大部分人要结婚的 他就不是谬论了 谬论就是 每一个人都结婚的 这是 前提不对 但是公里是对 影片盖传 就是大部分人都结婚 这个就是影片盖 但是如果我说 每一个人都应该结婚的 不孝友善 无后悔大 所以你应该结婚 不然的话你是 不孝性 那这个是前提有问题啊 嗯 但是推理啊 是尽确的 这个就是回应 天米刚才这个论点 就是前提不对的 有很多很多例子啦 每一个文化框里面 都有很多不对的前提的 好 谢谢 谢谢教授的建议 那好 我们呢 到今天呢 就完满的 学习完了 22种谬论了 非常感谢哈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教授的这个指导 还有各位同学的积极参与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啦